哈囉 各位親愛的小老弟 老天盤哥來了 這一集我們來談一個這個 Gogoro 它官方的一個暴枕 那這一個我可以推薦買 就是它其實Gogoro 它有出一些周邊的產品 那這個暴枕為什麼我說可以買的原因是 我覺得它還蠻實用的 不過你們要看它不知道還有沒有貨 那這我之前很早買的 這個暴枕一個大概是590塊 這是Gogoro原廠的 它的正面是這樣 然後它的背面是有寫這樣子 Gogoro 然後它是蠻軟的 那它清洗的部分 它可以直接去清洗 它沒有什麼拉鍊或什麼 那它的長度呢 這個長度官方的長度 大概33公分 33.5 好像35吧 大概是35 反正就是35到40之間 然後這邊是大概33 然後它的厚大概是15公分 然後它的好處是 原因是它這邊還有一個洞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要趴在桌上睡覺的話 我覺得這個枕頭很不錯 它這個你手可以 就是插進去裡面 你可以手插進去裡面 可以這樣睡覺 它幾乎整個手背了 因為它30幾公分 所以其實很不錯 然後我覺得它如果當枕頭也很好 因為它這個很軟 我覺得它這個柔軟度 滿符合 你如果當枕頭也可以 它甚至比我在外面買的一些好的枕頭 還好睡 因為它很軟以外有沒有 你這個頭躺下去啊 它其實是非常的舒服 所以有時候我會拿這個來當枕頭 所以這個我覺得這個是可以推薦的啦 所以這個枕頭 如果你Gogoro 就是你喜歡它的周邊 我覺得這個可以買 還有就是你有時候你找不到枕頭 有的你在外面買很多枕頭啊 你都發現那個枕頭的弧度 或者軟硬度都不適合 我覺得Gogoro這個可以 你們可以買來當枕頭睡看看 那如果你是要在桌上睡覺的 或一些什麼上班族你要睡覺 這個也是可以當桌上 可以這樣插進去 可以在桌上睡覺 好吧 那今天就到這了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不過你們去官網啊 或店面看看 我不知道這個還有沒有 好 那今天就到這囉